离开了正房,杨靖州忍不住回头看了看,这才大步往草堂方向行去,待到进了门,他方才发现罗旭已经不在了,只有萧郎仍然站在那里,从那张脸上丝毫察觉不到刚刚的端倪,他见状连忙上前行礼,这才攻下身,上头传来淡淡的声音, 免了吧?时候不早了,所以朕让继续回去,接下来自有镇东侯世子护送朕回去,你难得归来,愿好好陪陪你媳妇儿。 杨靖州看了一眼,仍然是面无表情,却对自己微微欠身的萧郎,却仍然大感不安。 不禁想起陈兰刚刚的话,书全,天字微服驾行,虽是臣下荣耀,但万一有事,所谦甚广。 我如今没有什么大碍,你不要管我,绝对不能离开皇帝左右。 于是,几乎在皇帝迈出门的一刹那,他一先跑脚单膝跪下,臣身为侧劲,蒙皇上驾行本宅,断无夜深之际让皇上这样回去的道理, 无论怎么说,朕都要带人亲自护卫着往北安门走去,这不但是臣的职责,也是内子的叮嘱。 哦,阿兰的叮嘱吗? 朕该知道,这丫头就是这么个执拗多心的性子。 禀皇上,内子,聪慧机敏,所言者,臣自当言听计从。 好了好了,朕不和你争,既如此,就依你。 皇帝突然侧头看了一旁始终不动声色的萧郎。 二父从前在京城,曾为朕做伴读多年,斗鸡遛狗,无所不为啊,想不到,如今却换成了萧郎你随行护卫。 听到皇帝不再叫自己镇东侯世子,而是换了一个亲密的称呼,萧郎的面色终于有了些变化,却也只是垂头应试。 当皇帝一行出了静园的时候,陈兰并没有如杨锦州离开时的那样躺在床上,而是去了一趟西服居。 得知姜氏已经睡了,她仍是在床前看了看。 夫人 柳姑姑见到陈兰快步走了上来,一把掺住了胳膊,又是摸手,又是摸头,发现陈兰还记得戴羊皮手套,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这么冷的天气,夫人又体弱。 非这么急着出去,到时候老太太知道,也必定会怪你隶叔太周全,不顾自己的身体。 她一面说,一面把陈兰往里头掺,到了东屋炕上坐下。 柳姑姑又说道,夫人,这么晚了? 我睡了一整天了,你们也忙活了一整天,陈兰打断她的话。 不用在这儿守着,红罗沁方,都回房去睡吧,留长地红鹰收拾就够,云姑姑柳姑姑再留一留,我有几句话想说。 待众人依序,留的留,退的退,陈兰方才看着云姑姑和柳姑姑。 今天皇帝要来的事情,你们事先得到了讯息吗? 哦,是,嗯,是宫中私底间曲公公派人传的,又指明了老太太和夫人都受了惊要惊要,不许惊动。 听柳姑姑如此说,云姑姑立刻醒悟,夫人,不是奴婢有意欺瞒,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宫里出来的人,若夫人醒着,尚可悄悄之会,旁的真不敢违逆了私里间曲公公的吩咐,毕竟咱们出宫的时候,是过了私里间鹿子的人。 你们不用纠结这个,今日的事你们做得很好,我只是想知道,皇帝此行是临时起义,还是早有安排,这…… 柳姑姑和云姑姑对视一眼,最后柳姑姑点了点头。 曲公公派人来,倒不曾细说,只是,先来的那两个太监,跟我们两个查看布置,竟不像是一时起义。 只不过,咱们静远从前毕竟归过皇家名下,难免皇上来过。 皇家的园林不计其数,而皇帝身为天子,又怎么会记得到过哪儿,没到过哪儿呢? 这一瞬间,陈兰的心里大约有了判断。 今天,杨宁侯府和娘那边,似乎都派人过来帮忙,如今,顶得上的人,总共有多少。 回禀夫人,郡主总共派了十二个家丁,侯府那边,同共是八个,加上咱们这儿,大约一共有五六十个吧,夫人有事儿吗? 嗯。 请两位姑姑传令下去,府里的大门和东西角门,还有后门,即刻先行啰嗦。 所有丫头一概回房锁门,不许在外闲逛。 一连串的吩咐之后,云姑姑四个人脸色渐渐变了。 夫人,觉得今天晚上会出事儿吗? 不是觉得,是防备。 掌迪和红英都是一星郡主一手教导出来的,此时自使二话没说,立即出门。 不消一会儿,两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就出现在陈兰面前。 掌迪冲红英使了个眼色,一阵风势地冲出门去,不消一会儿就面色凝重地回转回来。 小姐,是罗生,听方位不是前院,倒像是隔了几条大街。 咦,罗生又响了,去看看。 静缘里头紧张而有序地安排着。 然而,过不多长时间,陈兰就听到外院隐约传来了叫声喊声,刹那间,她本能地抓住柳姑姑的手。 走,咱们去西服居。 这样大的动静,江氏这年纪又素然睡得轻,此时自然是已经醒了过来。 你怎么这么不顾惜自己,这么晚过来干什么? 母亲,一丁点外伤,没事的。 书全护送林七爷回去,外头突然响起铜锣声,渗人得很,我自然索性过来,说是陪您,其实不如让您陪我。 你这孩子呀。 前院有秦虎,六姑姑又去后头帮衬云姑姑,只要是一小股人,料想是突破不到这儿的,毕竟这里临近皇城北安门,周围还有众多的府邸。 尽管鲜意,尽管鲜格内,尽管鲁着一层厚厚的门帘,但是那嘈杂的声音仍然从封隙中一阵阵传了过来。 幻衣区胡同那边似乎有功弦的响声,可那锣声再也听不到了。 前门,谨守夫人吩咐,没有派人去打探动静。 门前胡同一片嘈杂,似乎是兵马斯的人过去了,后门有动静,虎爷上侧墙,听到这无数的奏报,陈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 还是前话,不许开门,不许打探,全得归我各安其位。 夜幕之下 横贯兴开道街和德胜门大街的换衣局胡同,此时是一片血腥。 孤零零地停在马路中央的马车,只余下两三个拱位,而四面八方则是重重黑影,乍看上去却不止一二十个。 小心弩箭! 仿佛印证了这一声提醒,马车中突然嗖嗖射出三四支箭,四周原本靠得最近的那几个汉子, 立刻是倒地不起,而其余人一下子四散开来。 快,拿火把,慢着。 最后头一声力喝,喝止了黑衣人要点燃松弛火把的举动。 你们没几个认识车里的人,全都让开,让我去瞧瞧。 猪子,使不得呀,万一有诈,闭嘴,滚! 蛮横的三个字之后,来人一把拨开挡路的黑衣汉子,又上前从另一个人的手里接过火把。 将火把点燃来到车员前头,他一把撕开了那破碎的卷帘。 才探住头去,那火把骤然落地,只见车中快如闪电一般伸出一只手,竟然拽着他的领子,将其拖了进去。 这刹那间的变故,实在是太快了,猪,猪子! 黑衣人只觉得背上凉紧紧的,一时间竟不知道是进还是退。 后头突然传来一声冷笑,哼,这种时候亲自赏,死了活该,杀,不用顾气那么多。 此话一出,背后顿时传来更多的弓弦响声,那黑衣人才堪堪转身,只见一只利剑迎面而来。 你,你们是! 然而,这句肆疑问肆感慨的话,却被一只利剑终结在他的嘴中。 杨大人,不要在马车里装算了,出来吧。 就算你拿着它,也没用,咱们跟它不是一路的人。 一个黑影骤然从马车里飞出,随即如同一块大石头一般掉在地上,人士不知,一群人不尽反退,竟是让出了三四步,直到另一个黑影跃出马车稳稳落地,他们也没敢上前半步。 你,你不是杨静舟,你是谁? 那个年轻人一脚把怀王踢到路边。 好叫你知道一点。 然而,话音刚落,他刚刚须垂在下头的左手猛地一挥,最前的几个黑衣人本能的一臂就见一个绳索从天而降,紧跟着一个人便飞也似的腾空而去。 这个时候,他那剩余的半截话方才不紧不慢地落下,本人姓萧,不姓娘。 刹那间的寂静之后,一群黑衣人中响起了一个异常气急败坏的声音,震东侯世子。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,别以为你们会用声东击西,主子已经带着大队人马布下了天罗地网,你们一个也掏不掉。 积水河西岸此时此刻亦是剑拔弩张。 这里,距皇城西北角不过一箭之地,刚才铜锣生已经想过,援兵须于旧道,而等就不怕到时候死无葬身之地吗? 哈哈哈哈,杨大人若是有这样的把握,何必在这虚张声势呢? 换一局胡同那边,铜锣已经停了,分明是大局已定。 杨大人还指望什么援兵吗? 只不过,若是杨大人投了我,我倒是可以看在尊夫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。 此话一出,杨靖州不禁呆若目击,再看四周的一干禁卫,也都是面露一色,他历史勃然大怒,贼子敢污蔑夫人。 污蔑不污蔑,都是人言。 说话间,黑衣人群之中分出一条道来,紧跟着一个身穿宽大斗篷的人,就在两个随从的错拥下现出了人影。 兵分两路,一须一时,杨大人出身降门,倒使得好计。 只是,靖元出来这两条路,都以为我派人把守得严严实实。 杨大人舍身为耳,可那一头已经全军覆没,你这苦心非但成了笑话,只怕还要背上深重的罪名。 若是从了我,不说王侯,顾命之流亦是唾手可得。 当今圣上膝下皇子众多,轮不到你一介乱臣贼子,把持朝政。 是不是乱臣贼子却轮不到杨大人,您下断言,就是当今圣上,即位之初,用的也不是什么光明的手段。 仿剑,几乎是那个声音掉下这两个字之后,杨靖州一时一声爆喝,宣吉贴地一滚,几乎是顷刻之间,那斗篷人背后就响起了无数的弓弦声,上当了,退! 几乎那声音响起的一刹那,就听一声沉闷的响声,一时间,无论是趁势下水的杨靖州一众人,还是在剑雨下狼狈撤退的一行人,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个方向。 等到在手下人保护下,好不容易,堪堪退到了新开道街,眼见着四周凌落的人,又依稀察觉,西南天空隐隐泛红,那被架着的斗篷人突然笑了起来,好好好,就算我这次败了,若是连设计坛都受到了殃及,也算解了我的心头大恨,你们几个随我去靖元,也许就是最后一面。 靖元西服居正房,往日速来是西灯早,但如今却是灯火通明。 陈兰摸缩着那厚厚的狐皮,好半赏,轻轻点了点头,当迈出屋子的一刹那,寒风迎面一吹,她却觉得刚刚一直焦躁不安的心情,奇迹般的平复了下来。 夫人,花园里边一气正常,夫人,后门都已经消停了,前门的虎爷已经从侧墙上下来了。 轿子所到之处,仍不时有人上前禀报。 把门打开,我要到外院瞧一瞧。 门听此言,不论是抬轿的婆子,还是长笛红鹰,都吓了一跳。 长笛张了张嘴,要规劝,却见轿帘一先,竟是陈兰就这么走了出来。 长笛见陈兰看着那啰嗦的二门,眼神仿佛有些奇怪。 想要规劝的打算,便立刻消失了。 一众人簇拥着轿子往前院帐房兴去。 秦虎早就亲自来营。 夫人,您有什么事叫我一声就成,何必您亲自来呢? 长笛红鹰留下,其余人暂且退避。 门听此言,长笛红鹰对视一眼,立刻在轿子两侧站定。 林奇尹是不是还没走? 此话一说,全都呆住了。 夫人,您开玩笑呢吧,老爷分明和镇东侯世子一块儿送人走了。 他这话没说完,那叫脸就被一只手一下子挑开,里头坐着的陈兰抬头端向着这位面向粗豪的汉子。 前院的人手够用吗? 见陈兰不再追问刚刚那个问题,秦虎顿时松了一口气。 夫人尽管放心,咱们府里的家丁除去跟着老大人当初打过仗的,就是咱们大人在宣府里头招募,护持老太太的,您尽管放心。 几乎就在秦虎拍着胸徒保证的一刹那,陈兰听到了一声闷响。 那一瞬间,他闻声望了过去,只见西南面的天空隐约冒出了一团红光。 尽管隔着老远,没办法辨认清楚究竟是哪儿,可是这样夜深之际如此的动静,再迟钝的人也能看出事情不对。 而就在这时,不远处那道院门,有了一丝骚动。 下一刻,方太监出现在眼前,呃,县主,就只有你跟着吗? 见陈兰也不问其他缘由,上来便直接了当这么一句,方太监那脸上表情就更加微妙了,呃,不只晓得还有十个最精锐的近卫,这会儿有四个在里头,有六个则是听他分派。 你知道林七爷是谁吗? 陈兰问秦虎,见秦虎点了点头,陈兰就没有多问。 既如此,该怎样便怎样,我在前院转一圈就回去。 至于方公公,别人本不知道你们在,你刚刚这一趟跑出来,只怕瞧见的不少吧? 方太监赶紧陪笑,县主恕罪,是刚刚听到外头有小声,七爷大发小的出来瞧瞧,小的这才急急忙忙出来。 至于刚才说到那条子,那条子是送给领肃位杨宁侯的。 也就是说,关键时刻,陈兰竟然是拖着,到现在还没有踪影。 尽管对陈兰素兰没有半分好感,可也知道,这位三叔不是那样愚蠢短视之人,此时此刻,陈兰直觉的不可思议。 夫人,是回西府居啊,还是去账房? 把那两个婆子匍匐都叫来,照之前安排,坐轿,在前头转一圈,然后回去。 可是,照我说的做。 掌狄不敢再劝,朝红英使了个眼色,便急忙去叫人。 夫人,账房那边有些事情,您能不能……? 方太监把声音压得很低,而陈兰几乎在一瞬间,便反应了过来,转向去账房。 静园的前院,一共是一个正院和东西两个跨院。 陈兰的小叫在门口停下,两扇门纹丝不动,方太监上前有节奏地扣机了几下,那院门方才打开。 长帝轰英随我进去,你们守在外面。 此话一出,跟来的两个仆妇顿时有些犹疑,其中一个还淒淒哀哀地说老太太得知必然怪罪,就见到陈兰转过身去,那脸色眼神在火光的照射之下,显得分外甚人。 这大晚上的,怎么夫人这么鬼鬼神神的? 嘘,小声的,不想活了。 几个人小声嘀咕着,就厚在了外面。 外面的动静,陈兰自然是没空去留意。 当瞧见皇帝安然坐在书案之后,随手翻着一本博册的时候,他仍然觉得脑子一片乱糟糟的,连行李的动作都慢了半拍。 不要多礼。 朕如今是不请自来,是不告而留的客人。 朕没来由的让你这个主人担惊受怕,论灵,该朕向你赔礼。 皇上言重了,且千万不敢担此言。 好了,这里没外人,坐吧。 朕心里也不自在,你是个病人吗? 见陈兰犹豫片刻,大大方方的在一侧椅子上坐下,又抬眼看向自己,皇帝便叹了口气。 这次呀,朕出来,一是因为你突然出事,过来瞧瞧,二,就是为了看看人心如何。 朕出事,朕出事,朕出事,朕出事。